最近在越南北部广志省,一名挖掘机司机展示了他精湛的驾驶技艺 在没有坡道的情况下,他利用挖掘机的液压壁作为杠杆 巧妙地将机身装载到了卡车上 视频中,司机先是将长臂支撑在卡车车厢上 利用这个支点把挖掘机的机身抬起,然后向后旋转驾驶室 用长臂撑住地面,慢慢将车身顶上卡车车厢 这段画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许多网友称被司机高超的技艺者